下一位即将登场的小童星 如今长大了 变成什么样子了 来 请看大屏幕 线索一 金庸 雨霞剧 用过小童星的 江涛老师 来 跟进信息 线索二 96岁高龄 金庸的作品里面 有没有96岁的人物 这是我给你们的 天山同老 天山同老 96岁 贴谱 来 我们看一下线索三 这啥意思 唱歌 旁边那是什么 是书吗 左边那个是什么 那是话筒吗 书唱 谁说的 书 周全说书唱 所以正确答案是不是书唱的 来 请看大屏幕 笨蛋 乌鸦子是苏星河和冰春秋的师父 他把七十多年的功力都传给了你 一个破岛主 怎么能和你比 为什么我们这些没爹没妈的孩子 总是受到别人的欺负 那你为什么不通过老师和家长来解决问题呢 我不是看你们这些老师和家长太忙了吗 今天小事我自己解决就行了 你没见过你爹吗 没有 不过我看到你穿着我爹的衣裳 拿着我娘的剑 就像亲眼看见了他们一样 掌声有请 书唱 杨梦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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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穿唱 好漂亮啊 小韩姐 书唱 你们俩很熟 是吧 好久没见了 认识好多年了 之前是哪部戏合作的 我们俩没有在戏上合作过 但是我第一次见到书唱 书唱那时候还没上小学呢 我们那时候老一起做上二部的节目 不是人 对 对 所以差一点书唱就成为了我的同事 对吗 不是 但是刚才咱们看那么多剧 然后又想到了我们猜的那个词条 这一下真把我们评委老师给蒙住了 因为书唱后来的作品 就我们也都非常熟悉 所以可能不能就是马上条件反射 一说到金明 一说到徐焦 这是小童星 但是确实出道很早 是啊 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拍戏 第一部戏几岁 第一部戏的时候是五岁 五岁 对 那个时候就是很幸运 有一张照片挂在了照相馆的橱窗里边 被一位导演发现 然后就走上了这条道路 请问挂在了哪个照相馆 明儿我也挂 然后之后又拍了中央电视台的一部电视剧 叫《我的故事》 那也就是说你拍戏要早于来央视当小主持人 对吗 要早于对 要早于做主持 早于唱歌 后来怎么有机会到央视经常来参加节目呢 就是非常的幸运啊 那个时候有好多次 也是我们央视的导演来到了那家照相馆 看到了照片 就很幸运被导演选中来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一些晚会 唱歌呀 做主持人呀 还演过小品 特别的幸运 所以今天又来到央视录节目 感觉特别亲切 所以舒畅你看 你看我就说多才多艺 又能唱 然后还能主持 然后还能表演 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也挺幸运啊 从第一部戏开始 很多角色都和你自身的性格是很接近的 因为小的时候年纪还是比较小 更多的时候还是本色出演的 但是其中有一部戏是非常特殊的 就是刚刚您说到的 天龙八部 对 这个天山同老 实际上这个角色的生理年龄是96岁 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看起来他是一个小朋友 所以需要小孩来演老人 对对 剧组当时已经开机了大概两个多月 一直没有定下来这个角色 是副导演来联系我 说我们剧组有这样一个十几岁的角色 希望我能去试一下 之前看过天龙八部吗 就挺惭愧 没有看过天龙八部的小说 对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角色 不太清楚 然后第二天就买了火车票 去了浙江仙居的剧组嘛 到了剧组看到剧本才知道 是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我怎么演呢 当时就懵了 还好我有一个好朋友在那个剧组 刘亦菲 他演王雨嫣 那时候已经拍了两个多月嘛 所以他对剧本还是蛮熟悉 我就去找他 他给我讲了一下 说这个角色是特别重要的 所以刘亦菲给你一些帮助吗 对 给了我好多信心 然后我也看了一些其他版本的片段 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胜任 所以这个角色可以说是舒畅 在接触表演以来 第一个比较有挑战有难度的角色 对 好像从此以后就开始 向这个演技开始发起挑战了 因为我之前看网上挺有意思 你的粉丝做过一个统计 说舒畅 就是至少经历过八次精神分裂 经常就是扮演这个非常分裂的角色 就一人分饰两个角色 或者多个角色 妹妹 听姐姐的话会经常 姐姐 好妹妹 姐姐 你会画画 不会啊 那你多愿意 不就是画画吗 这有什么难的 说吧 画什么 是画画 画画 不就是刷刷几笔的事吗 就是树叶子我都画出来了 笨蛋 人家要的是花 不是树叶子 你们当家的什么阵势 没见过 还能怕他 来吧 干什么 你们别拿枪指着我呀 我一紧张更可不准了 虽然你心里一直想他死 可你却不允许别人伤害他 我说的 对吗 不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是也好 不是也罢 姐姐心里应该最清楚 不看急紧不知道 不看急紧吓一跳 虽然这个妆发可能是第一区别 但是这个性格 这个人物的这个状态 眼神都会有区别 所以还得真的让书上跟我们展示一下 我这特意给书上的准备了一个片段 华人盘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 请输入开机密码 我爱您 密码输入正确 请进入模式选项 真人模式或手机模式 电视模式 订入功能选项 选择您所需要的服务 这个书上就会很熟悉了 这是她的代表作 电视剧叫《魔幻手机》 对 也是我们央视的电视剧 就刚才那段 可以啊 华人牌2060款手机傻妞为您服务 请输入开机密码 我爱你 密码输入正确 请进入模式选项 真人模式或手机模式 真人模式 谁是替我说这句呢 不会吧 你怎么来了 什么情况 你好 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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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好意外 好意外 怎么 怎么 是不是很意外 太意外了 欢迎李斌 这个二位当时拍 拍《魔幻手机》的时候 是哪一年了 06年 第一部是06年 对 第二部是10年吧 应该是 11年 11年是吧 也十几年没见了 对吧 十几年 其实你们对于彼此的这个 记忆印象最深的 就应该是在拍这部戏的 很多的故事 对吧 其实你说《魔幻手机》 对我来说 其实好玩的东西特别少 其实都是一些比较伤感的事 因为畅畅略知道 因为畅畅知道我拍那个戏的时候 真的很辛苦 每天也就睡三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差不多一周要进一次医院 去输那种盐水什么的 对 我记得那天就是 我们在十月中下旬 在怀柔拍那场雨戏 有两个水车来教我们俩 而且更辛苦的是他 因为他那个衣服是 露了一个肚子在外边 所以说那天都特别冷 当时那天拍到我去急救 什么 生病了 他生病了 不是 生病 是因为那个水浇的身上太冷 浇了两车水 我浑身抽筋了已经 所以说我就 直接就给送到医院去了 送到医院 当时以为只是能休息一会儿 能睡个好觉 但是谁承想 被我们那制片主任 从医院给泡泡泡车 又给我送到了金融街 跟畅畅我们俩拍夜戏 拍到凌晨四点钟 才放我回去睡觉 早上起七点又要出发 太狠了 对 太狠了 而且这还不是什么那种 就是特别危险的 那种题材的影视作品 对不对 我们这个戏挺危险的 挺危险吗 挺危险的 因为我们这个戏 它有大量的威亚戏 就是我们经常会被 吊起来三四十米的高空 真人实拍 从上面飞下来 我印象最深的是 有一次我吊到一个 电线杆子的顶端 从上边直接飞下来 然后站到地上 这样的一个镜头 那那个速度也是挺快的 对吗 速度也蛮快的 而且有一次 我们就是差一点出危险 当时那个威亚师 正在给我穿威亚 后来他们就把这个 叼车臂给升起来了 斜着升起来了 好像那叼车 是忘了支 那个四条固定腿了 对 就在我刚要上威亚的时候 那个叼车 把那个地砸一坑 车倒了 如果说我要是 穿得再早一点 掉上去估计 我就没了 就到这 什么剧组呀 这是 没有 就是一些小的事情 对 小的事情 都还是很多快乐的回忆 之后还拍了 《魔幻手机第二部》 《魔幻手机第二部》 叫《傻妞归来》 那部戏里边 我演了不止两个角色 一个傻妞 还有无数个傻妞 就是又分裂了 分裂了 各种分裂 时间的关系 就是回忆过去 这块就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觉得最后 用一种最能够体现 你们俩默契的一种形式 来纪念你们曾经一起携手 合作的美好的这些瞬间 最后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 我们玩个游戏吧 一种综艺节目 尤其考验的是 你们之间的默契 比划菜 而且呢 为了能够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也将会派出 我们越战越勇评委席当中 关系最好的 最铁的两位 这个评委 他们已经相识50年了 好吗 咱们有请 这个江涛老师和施鹏老师 好吗 好 咱们同时出题 然后通过你们比划菜 看谁 哪一队能够率先打出来 好不好 这份就加到哪一队的这个头上 好吗 各就各位 来 请看第一题 我以前演过的 刚才说的那个 96岁的 96岁的 天生同老 天生同老 哎呀 天生同老 这什么 正切 下一题 有一个带着 世界级的 这个胡子 这个拐棍 竹菲林 正切 唐老 这边说什么 唐老鸭 江唐老师 你凑凑脸 醒一醒 请看下一题 第一个字 乔峰的那个 乔峰的功夫叫什么 大白旗是什么 第一个字 投降 降龙十八掌 正切 你这我都 我都没玩过 这个 咱俩一块听他说 下一题 我咱俩演的那个电视 他演的那个电视 电视 不放手机 不放手机 对 好 他故意这样我的 人这边先答对 人先说的 说了吗 说了 说了 我是脱口而出 我没忍住干嘛 我说什么话 这个就应该停一下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 接下来这样 你能不能也站到这边来 你们三个人 给姜涛老师一个人比 好 我就不信他看不出来了 好不好 我要为姜涛老师的智商讨个说法 来 请看下一题 那个有个玩具 玩具怎么弄的 这样的 用起来三个字 小时候的 不懂 不懂 你看 你看 你看在三个人的激活之下 这智商回顾 来 下一题 就是这事 第一个字 几个字 第一个字 四个字 第一个 第二个字 揍的还叫什么 打 对 第二个字 地上长大绿色的是什么 第四个字是这个 大草 对 说实际上你摸的那第四个字 你摸的那 大草精神 对 对 上去 下一题 自信一点 姜涛老师 你现在可以了 你唱的一首歌 五个字 荷塘月色 不是 荷塘月色 最后一个字是 刮的 最后一个字 刮什么 今天多少集大 天气多少集的 特别大 土都起来了 那个什么 刮什么 太阳没有 杀尘飞 杀尘飞 杀尘暴 就每个广场 都会放那个歌 五十六个什么 五十六个 对 这是第三第四个字 五十六个名字 这首歌 就这个歌 这首歌的歌名我不知道 不可能 就失忆了 江南老师 民族最 民族最限的 最限什么 最限民族风 那你跟《纱辰报》 有什么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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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老师 唱说《纱辰报》 我们 我们江桃老师这个诗意 找回来了 找回来了 可以可以 再江桃老师休息一下 谢谢 那个药还得按时吃 但是和咱们评委对比起来 人家我觉得两位演员真是默契 而且这个前提还是 拍完这个魔幻手机 已经多少年没见了 对不对 期待二位今后 在这个作品当中的继续合作 当然也让我们期待舒畅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今天会给我们唱什么歌 今天给大家唱一首 我演的一部电视剧 叫《笑庄秘史》的主题曲 《美人银》 来 让我们把舞台留给舒畅